熱戀 為什麼是熱戀啊 你隨便講吻別 你隨便講聽海 淚海 沒有幾個開心的歌耶 我還是會很努力的按搶答鈴的 被鞋丟過麻煩 你今天有戴假牙嗎 我會用假牙嗎 可以 可以 我想我不知道這個答案 小心頭 這一集跟音樂有關 我就選女性音頻較高 要用娃娃音跟貓咪狗狗 不是這種 沒有 我好強喔 全民新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來賦大樓 歡迎韋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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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尊貴的祝福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這棟財富大樓的 幸運管理會 主委曾穆春 主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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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重衣服的住戶 你也注意一下你的態度 放棄放棄 主委好 主委好 是的 這個音樂是無拘無束的 他既美麗動人又深具感染力 今天晚上呢 主委將引領了大家所有好朋友 進入音樂愛好者的神祕聚會 音樂饗宴 現在開始 為您介紹我們今天第一位 肅琴演奏家 李哲益老師 大家好 第二位 多才多藝的 全方位多功能的小提琴手 林逸昕 來囉 多功能全方位的 美聲模仿歌手 林俊逸 多功能全方位的舞台劇演員 斜槓芭比 哈囉 歡迎發音 驚凸四國語言的歌手 申立安 高學歷有顏值的主播 廖士祥 好 李老師 李哲益顯然 來 我是完生樂團的音樂總監 那我們樂團呢 每個月 在成品的表演廳都有一場音樂會 每個月都有 每個月都有 從八月開始到十二月 而且每一場音樂會 都跟我們台灣的文化有關係 這次的活動要宣傳 是哪一天的活動啊 好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每個月的前兩個禮拜都有 一口氣來宣傳五個月 看到了 很划算 多感人啊 松菸的成品音樂廳 是 接下來這個陣仗比較大一點 在林俊益呢 影閒主演呢 率領了她妹妹林逸昕 還有她的女兒巴鈺 謝謝 她算是阿姨吧 太奇怪了 我怎麼會是阿姨呢 巴鈺應該跟林逸昕差不多年紀啦 應該差不多吧 真的啊 差不多 沒有沒有 我還想說我會比她大一點 唉唷 所以年齡相仿 相仿 一亡而後來宣傳什麼戲 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來宣傳這個 來 在 成名大劇團 是的 八月的十六 十七 十八 在台北城市舞台 我們要演出的戲叫做 腦內失控的iTunes 這個主題太特別了 這個主題很特別 因為它是真人真事改編 然後裡面的主角呢 他因為一次意外 突然腦內會出現 許多不同的音樂跟旋律 這個在國外 好萊塢就叫做 叫做Story Based on True Story 對 對... Based on True Story 剛剛在講英文 繼續介紹 是True the Story喔 對 然後這次又更精采的是 因為所有的演員 幾乎都會在台上演奏任何樂器 腦內失控的iTunes 加油 歡迎大家 好 隔壁那位 申立安 申立安 來 介紹這是妳的單曲 是嗎 大家好 我是申立安 Alican 然後呢 這是我的首張個人單曲 Secret 已經在各大數位平台上架了 然後MV也已經上架了 星光瑞瑞的YouTube 歡迎大家去看 很好喔 希望妳們的作品 都受到大家喜愛好不好 謝謝 馬上就要請到我們最高成績的主任秘書 蔡上華 蔡啾咪 介紹一下我們有什麼大獎 來 好了 各位尊貴的聚戶在這題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 禮物包含了智能玻璃器 炸鍋族 還有救新衛保健鏈族 智能熬進水氣族 新夢床 以及全牛皮電動沙發 希望大家能夠用我們的智力換取財力 知回答封就是妳 第一回合現在開始 第一回合獎金不太高 我們來看看她運氣怎麼樣 實際回答我們的題目 準備 請注定 葛萊梅獎名稱有來與知名音樂家的小明 還是劉生姬的英文有關 請搶答 廖四祥搶得可快了 妳知道 劉生姬的英文 不假思索 他好像葛萊梅獎就是一個劉生姬的圖案 多好厲害 如果答對的話 我一定要很 我發自內心的尊敬妳 謝謝 劉生姬的英文 請借腳 真實 好 要告訴大家 其實葛萊梅獎是在1959年的時候 首屆來進行頒發 那它其實頒發的單位 是美國國家錄音藝術科學院 就是真的在過去這一整年當中 在音樂的領域有重大傑出表現的人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葛萊梅獎 那葛萊梅獎它的這個獎盃 基本上就是一台小型的 鍍金留聲姬的塑像 所以因此這個留聲姬的英文 它的小名就是要做Grammy 所以就變成了梗萊梅獎 廖師祥 請選擇 我選七樓之舞 七樓之舞 為您開箱 好的 天 好不錯喔 好的開始 來 請出下一題 巴哈指揮的時候 如果遇到團員表現不佳 她會去剪對方的頭髮 還是拿自己的假髮砸對方 潛意搶答 森莉安 我覺得她應該是剪對方的頭髮吧 巴哈妳熟 不是 不太熟 但我覺得 以一個演奏家 應該不會生氣 然後這樣把頭髮這樣 然後這樣砸人吧 我在指揮的時候 我要剪她我得下去耶 我得下去走到她的樂器旁邊耶 這有時間這個 以前有假髮嗎 所以所有人停下來 巴哈那時候是假髮喔 巴哈 真的假的耶 英國 香港的法庭以前也都帶 法官都帶假髮啊 是啊 我覺得拿假髮可能性大耶 雖然我對巴哈不熟 我也覺得 請介紹 對啊 要指揮的時候要修理她 這個你在演奏什麼東西啊 這樣丟我就比較 所以她丟完自己變光頭這樣 那 應該是無法也發 不是光頭但很凌亂 懂 為什麼裡面一定光 假髮不一定是光頭的權利啊 解釋一下 她解釋 她解釋 那個年代還沒有指揮棒 指揮棒是很後面才有 要不然一定是用指揮棒 炸比較快 所以是拿筷子是嗎 沒有 就是用那個年代 你看所有的音樂家 他們的畫像全部都是戴假髮 其實呢 巴哈那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企 同時她也是一個指揮家 但是呢她是嚴厲出名的 一旦呢她在指揮的時候 團員並沒有達到她心目中內心的 完美的表現 她就會勃然大怒 她就會把她頭上的那頂白色的假髮 摘下 然後用力地丟向那個團員 而且呢 在這個丟假髮的過程當中 還會有一些這個髮粉 也會噴到這個對方的臉上 所以大家呢 對她是敬重三分 但同時呢也痛恨氣氛 可惜 真可惜 剪頭髮 妳太暴力了 我想說 再出 下一題 研究發現 戲劇OST原生帶 與遊戲的背景樂 合者比較適合作為 工作專心用的音樂 請搶答 你們這有照順序牌嗎 對 怎麼會這樣 對 怎麼會這樣 對 來 巴鈺 我猜是戲劇的原生帶 因為 它比較容易朗朗上口 請揭曉 他在說到這樣 而且聽到戲劇的OST 你不僅會跟著唱 你還會順便回鄉機裡頭 那些劇情 根本就沒有辦法專心啊 很容易分心 對 合理 那遊戲當中的配樂呢 他們當初製作的時候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 專心打遊戲 所以呢 他當然希望你可以呢 把更多的心神呢 Focus在遊戲的本身 所以那個音樂 它其實呢 更能夠幫助我們 進入一個專注的狀態 它反而呢 是非常適合 可以拿來在工作啊 念書的時候來聽 請出下一題 北藝中心設有 三加一個劇場 其中的一是指引型的小劇場 還是可以合併成大劇場 請搶答 兩個人同時按道 來 勝利安跟廖四祥 猜前 剪刀 石頭 布 廖四祥說話 那我猜喔 那個可合併的大劇場 可合併成大劇場 很難合啊 請揭曉 答對 哇 你咧 怎麼合就太厲害了吧 好 要告訴大家 這是北藝中心呢 它有幾個不同的幾何圖案的這個劇場 包含了呢 這個球劇場 它裡頭可以容納八百席 還有呢 這個大劇場 可以容納一千五百席 另外呢 藍河的劇場呢 也有八百席 可以供實驗作品來做展演 但是呢 大小劇場 它又可以再組成最多 可以容納兩千五百席的 超級大劇場 所以因此呢 它是一個三加一的劇場 來 八樓之三 八樓之三 開箱 好厲害喔 還有五十四秒啊 好 請出下一題 由一獨奏樂器 和一鍵盤樂器 共同演奏的是奏鳴曲 還是邪奏曲 請搶答 廖士祥的反應 怎麼特別敏銳 我真的也搶不到 好厲害喔 我都在弄耶 奇怪 我都有什麼不想弄耶 你怎麼羨怒 你不知道你搶 怎麼搶啊 說 奏鳴曲 那邪奏是 邪奏曲是管弦樂團 跟一個獨奏樂器 奏鳴曲 請介紹 再為你開箱 頂樓 八樓之一 水塔邊 水塔 開箱 你發達了 再出下一題 好厲害喔 加油 海盾曾是現今的 維也娜和唱團成員之一 卻因為偷走同學的錢包 還是剪掉同學的辮子 而被趕出去 請搶答 八玉搶到 你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搶怎麼搶啊 那個搶給什麼搶啊 先搶再說啊 我要有參與感 偷錢包還是剪辮子 偷錢包 你知道啊 我猜 我猜另外一個 我猜偷錢包 因為這個剪辮子還可以長回來 偷走錢包錢就回不來了 你今天對剪辮子 沈妮艾妳一直想 哇 怎麼了 但我自己的之前 他們每個人都會留一個辮子 我記得那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尊重 還是什麼之類的象徵 所以我記得沒有辮子好像 是不好的 好像嗎 因此剪辮子 妳猜剪辮子 感覺比較羞辱人 很實理的形態 偷錢包 偷錢包 果然是剪辮子 好 要跟大家說啦 其實呢 海頓呢 他在八歲的時候呢 就因為他的嗓音非常優異喔 所以呢就加入了 聖彼得堡大教堂的唱詩班 也就是呢 後來的威爾娜少年合唱團 那那個時候呢 就是備受大家的矚目 可是到了15歲 大家都知道 男生就會開始變身了嘛 所以那時候呢 指揮呢就想要把他呢 調成去做小提琴手 可是呢 沒有想到喔 海頓在裡面呢 非常的調皮 他剪掉了別的小朋友的辮子 而且呢又死不認錯 所以呢 後來指揮就很生氣 就直接把他租出了 這個威爾娜少年合唱團 那他流落街頭的時候呢 剛好遇到了一個呢 有心人士啊 然後他非常善良 就願意呢 贊助他第一筆的創業金 所以讓海頓呢 就有這個機會喔 去創業 然後跑各種的場子 也慢慢的呢 就在這個威爾娜 闖出了名號 四題最多了 各位 四題嗎 好 請出題 根據統計 1989年至1999年間 台灣的流行歌曲當中 有近一半是跟失戀 還是熱戀有關 請搶答 八月 為什麼還是搶不到啊 這太難搶了吧 這個喔 我猜熱戀 為什麼是熱戀呢 你隨便講吻別 你隨便講聽海 淚海 那十年幾乎沒有幾個是 對不起 沒有幾個開心的歌耶 鬼迷心跳 當愛已成往事 對 鬼迷心跳 當愛已成往事 沒有幾個開心的歌耶 想到練曲1995嗎 熱戀 請揭曉 不可能啦 八成耶 我還是會很努力的按搶打零的 那三個零關掉 你被鞋丟過嗎 等一下 你今天有戴假髮嗎 假髮丟起來比較不痛 可以用假牙嗎 可以可以 請出下一題 19世紀的音樂巨星是李斯特 還是蕭邦 他擁有眾多狂粉 甚至還掀起了一股狂熱的現象 請一場拿 又巴鈺 對 你如果答錯我就照理 你再答錯就不要再搶了 好 大家都沒辦法答 好 說話 我蕭邦 你蕭邦是不是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沮喪 但是不是啊 是李斯特 應該是李斯特吧 大家都知道 李斯特 李斯特這麼厲害啊 他比較有明星的氣球 李斯特又帥 又帥 然後手又非常大 很大 手很大 他可以跨度很大 他 十三度吧 十度音 十一還是十三 十三度 可以超過應該 對 大概到 十三度 十三度 那 十三度 那 我今天 我就是剛好就是答錯 沒有 因為在你心目中 蕭邦那麼就有名 結果再不是音樂 起碼手錶也厲害 對不對 我並不是因為手錶很大 不是因為 不是 請揭曉 真的是李斯特 我很對不起大家 好 要跟大家講 其實李斯特呢 應該算是在音樂史上 第一位超級巨星 在十九世紀的詩前呢 都沒有人像他一樣喔 掀起了一股 李斯特狂熱 他甚至還變成了一個 專有名詞 變成一個特殊的現象 那李斯特呢 他真的本人 非常有魅力 而且呢 他在每次彈奏的時候呢 他呢都會甩動 他極尖的長髮喔 然後呢 用他獨特的魅力 把大家呢 帶入他的音樂的世界 所以呢 有超級無敵多女粉 為他瘋狂 不少的這個伯爵夫人 公爵夫人啊 都會搶李斯特 用過的手帕啊 手巾啊 甚至會搶到大打出手 還會把李斯特的畫像呢 放在他們的寶石上面 甚至李斯特抽過的雪茄跟煙草 他們都會呢 把他的這個煙蒂 收集下來 放在小瓶子裡面 隨身攜帶 就很像現在那種 很喜歡的男偶像的狂粉一樣 我還有十八秒喔 我不按了 請出下一題 古希臘的音樂詩人 在說故事的時候 經常會搭配使用 豎琴還是李拉琴來烘托氣氛 請搶答 林俊毅 加油 好棒 開虎了 古時候應該是李拉琴吧 請繼續 李拉琴長什麼樣子 其實李拉琴跟豎琴 它就是一個歷史上嚴格的過程 OK 豎琴這個名詞是到後面才有 早期希臘那個時候 就叫李拉琴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豎琴的原型的概念 它是那個拿在手上的那種 對 拿在手上 其實形式非常多 全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有 類似像李拉琴這樣子的樂器 對 包括中國古代 胡人的時候 他們都有叫空喉 其實也都是類似這樣子 它只是波玄樂器的原型 你看巴鈺是不是 是不是壞個人就答對了 我也成就了衣裝美式 對不對 多重要 要知道收手 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 知道吧 林俊怡 讓全世界知道妳來了 來 我會選八樓之六 鐵皮屋 開箱 哈哈 李拉琴 開箱 鐵皮屋 哇 陳也巴鈺 半也巴鈺 抽到了各式巴鈺 什麼 什麼 保險的年 年費 對不起 九千三百八十 你跟我說什麼對不起啊 那你沒有關係啊 那我自己選啊 我答對了 我自己選的目標是嗎 我會這樣子幹啊 九千多是嗎 最後一題請助理 關於小提琴家帕格妮妮的左手 伸展開來可以跨兩個八度寬 與拇指往後翻可以碰到小指 或者正確請搶答 廖士祥還是左手 如果 伸展再說我也不曉得 可以跨兩個八度寬 小提琴家 應該是第一個伸展開來 跨兩個八度寬 兩個八度 手這麼大 但是好像翻到小拇指 這個有什麼值得炫耀的事情嗎 很難耶 碰不到耶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對於音樂家來講 伸展開來可以跨兩個八度寬 請介紹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帕格妮妮他的左手 非常的驚人 他的左手的拇指 是六十七毫米 然後食指有一百零一毫米 以一個一百九十公分的男人來說 他的手並不是會看起來特別大 但是他的手很厲害 因為他在彈奏的時候呢 可以跨度呢 是三個八度音 同時呢 他還有一個異於常人的一個地方 是他的拇指往後翻 可以碰到小指 柔軟度非常驚人 碰不到 有 我有看過這樣的人 就是他的那個 手指頭的那個關節 延展性非常的強 然後可以五根手指頭 同時碰到手背 我有看過這樣的人 是會比較靈活 你們是看到命案的 光想了都很可怕 感覺被折斷了 第一回合結束了 只有兩個人有數字 一個贈了 一個負的 真的嗎 好極端喔 林俊逸負的九千三百八十七 好 跟妳隔壁的說謝謝 謝謝 四個並列第二名 來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我們來到了二十萬了 所以這邊的獎金 有一半以上都超過一萬 你們待會兒會很有感 好 加油 來 請出題 開啟校園民歌時代的 關鍵歷史事件 是中美斷交還是解嚴開放 請搶答 沒有 我思想還是壞耶 沒有 還是不行 來 你講錯的答案 來 解嚴 解嚴耶 解嚴是民國八幾年了 八十七 中美斷交是民國七十幾年耶 沒有 中美斷交六十幾年吧 六十幾年 所以啊 明哥是我小時候在唱耶 解嚴是明哥四九 解嚴是七十幾啊 明哥四九 明哥快五十周年了 你知道嗎 了解意思嗎 請揭曉 歪歪 妳太可惜 明哥五十啊 對喔 可惜沒答對 來 再出題 加油 加油 在音樂術語當中常見的 義大利文功能是 英文當中的 XXWIT的意思 請搶答 誰啊 孫麗安 孫麗安來 WITH WITH 請揭曉 好 看得好耶 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樂術當中有很多啊 在標註呢 你在這邊呢 要彈奏的這個氛圍 比如說它的力度啊 或者呢 它是漸強漸弱啊 其實呢 多半的這些表現的這個方式呢 都是用義大利文來進行書寫的 而我們剛剛題目當中所說到的這個功能呢 它其實代表的意思就是WITH 然後呢 後面就是要可以去修飾 你的這個速度術語的一種的方式 孫麗安請選擇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對不對 絲絲絲 咬字很輕 很吃力喔 開箱 好慘 九千四 九千四 不算太差了 對啊 把握最後時間請出力 好 美國大學研究發現 聽爵士樂還是搖滾樂 可以增進食慾 請搶答 六四翔 加油 要答對喔 哇哩咧 三 二 解釋 請解釋 GO 好 他們就發現呢 在餐廳裡頭播放的音樂 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的食慾 甚至會影響到進食的速度 如果是放古典音樂跟搖滾樂呢 並不會有顯著的一些影響跟改變 但如果是爵士樂呢 會讓我們的心情很容易放鬆 所以當你在一個很放鬆的狀態的時候呢 就容易吃進更多的東西 但如果它放的是HIP HOP的音樂的話呢 因為它是比較明快而且急促的 所以呢聽這樣的音樂會讓我們整個人 比較亢奮 緊張起來 當然就會影響到你的食慾囉 再為你開箱 八樓之六 這麼遠 剛剛的帳單應該現在不是吧 我們有另外一種幫忙 不一定喔 對啊 帳單拿走了 但我們有別的幫忙 應該也不會是幫幫忙吧 喔 很難說 等一下 一萬元 再加一萬 請輸假的 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 畢業於商學院還是法學院 請搶答 八雲搶到 我很害怕 大家 我現在很害怕 我們也很害怕 好 我們 柴可夫斯基啊 我覺得因為 他是俄羅斯的作曲家嘛 所以他應該是畢業於法學院 因為俄羅斯他們 對於法這方面 好像很講究啊 個人才... 我如果沒有叫你停 你會講多久 我還可以再講兩分鐘 然後我就會自己停 我就知道你會講 法學院請接腳 怎麼會 怎麼會 好 俄羅斯基呢 他這個補出了許多呢 這個世界文明的芭蕾舞劇喔 包含了天鵝湖跟胡桃錢 那他其實呢 五歲就開始學鋼琴 對於音樂一直都非常感興趣 但是他的爸爸呢 並不希望他把音樂當成他的職業 所以還是希望呢 他可以進法學院去讀書 那他的確呢 也是達到了這個父親的要求 到聖彼得堡的皇家法律學院 去這個就讀喔 那後來呢 他也進入了司法機構 成為了部長的秘書 但他還是沒有放棄作曲 所以後來呢 還是成為了一個知名的大作曲家 巴小玉 來 脫平了 好 好 我就選一個七樓之二 開箱 好 發達了 五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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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當然我希望能看到 林俊宜脫平了 你知道吧 我的性量 手不慢 你被搞了個一絕不振 也不是辦法 還有五十九秒 好 來 解讀下一題 貓咪容易主動親近女性 原因是女性音頻較高 還是女性散發出來的費洛蒙 比較會吸引貓咪 請搶答案 李慈懿老師 哇 慈懿的 老師 來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答案 但我想這一集跟音樂有關 我就選女性音頻較高 可是我覺得貓這個 它是很... 它要不要反應是它決定的 不是你吵不吵的問題 其實動物有很多跟頻率有關係 像為什麼貓狗 牠們會很怕小孩子 因為頻率太高 對 對 牠們講算是 這種是不是 沒錯 沒錯 連牠們也嫌吵 對 牠們都嫌吵 請你介紹 你會發現 其實貓咪好像都比較喜歡女生 因為女生的音調比較高 對於牠們來講是比較親和力 會比較想要跟你親近的 就像是動物牠們如果要互相的 宣示自己的主權跟領地的時候 牠們就會比較發出那種 低的物業聲 那其實就跟男生的聲音比較類似 所以牠們聽到男生的聲音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恐懼 不安 會有那種情緒出現 所以要用娃娃音跟貓咪狗狗 不用 細柔一點 不是這種 要細柔一點 吃飽了沒有 我好窮喔 只要細柔一點 不要怪箱怪掉了 李老師 你脫貧了 來 老師 五樓之一 五樓之一 開箱 你這夠倒霉了你 鄰居蹦蹦 好酥喔 好酥喔 住戶通知 住戶通知 你要收金還是收銀 收銀好了 半夜 揪一位鄰居一起練唱 好不好 來 請揪一位 就是你有揪一位鄰居練唱 請問你揪的是哪一位 隨便說 來 我們有一起合作過 只好揪靜翼了 林靜翼 吵到整棟鄰居 靜翼啊 兩人登門 跟其他鄰居道歉 各包兩千元紅包 懇求他們不要擔心 靜翼 不好意思喔 吵到你們 我是閃門大 我沒有辦法 我臉上 我是傻 每天大礙又高 每個人聲音 吵到你們不好意思喔 包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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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 因為我已經看到了嘛 我覺得不能講啊 我想說老師想害誰 結果還有找一個 我又怎麼阻力翻身啊 到底要怎麼翻身 我好餓啊 沒有錢吃飯 接觸下一題 音樂時尚通常會把 巴哈的十二平均率稱之為舊約 還是新約聖經 請搶答 李老師 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 請揭曉 十二平均率是什麼 好 巴哈的十二平均率呢 這個是被音樂人奉為是 音樂界的舊約聖經 那他們的新約聖經又是什麼呢 則是貝多芬的三十二首鋼琴奏名曲 所以呢基本上 只要呢提到了這個 巴哈跟貝多芬呢 這兩套作品的報導 基本上都會提到 他們就是音樂界的 新約聖經跟舊約聖經 哇喔 來 請選擇 老師加油 五樓之六 有 懸處低樓層 我喜歡邊邊角角 哦 風景比較好 風景好 樓上風景比較好吧 開箱 唉唷 有錢 有了 恭喜 我幫你還兩千好了 沒關係 來 人家一下就恢復了 你有機會的 不要放棄 現在大家都有數字 只有你一個是負的 我也有數字啊 我知道啊 只有你一個是負的 對啊 目前最好也不過才三萬八 不要放棄 四十秒變化很大 這一千怎麼來的啊 一千怎麼來的啊 他剛剛給我 剛剛包紅包啊 我剛剛包他 包紅包啊 包紅包啊 因為他們唱歌太大聲 我唱歌太大聲了 他剛剛 他剛剛各包兩千四千 所以你們各得一千 謝謝 謝謝 他有人玩玩 我這一千怎麼來的 我什麼啥都沒做 抱歉 抱歉 早知道我也啥都沒做 至少不會是負的嘛 好奇妙的大聲 好可憐 來 請出下一題 音樂的英文Music一詞 是源自於多元Musical 還是Muse Muse 請唱 廖四祥 你怎麼都成功了 Muse 請 請 拖好力要牌的 好 其實音樂Music這一詞呢 它其實源自於Muse 那Muse的這一個 它其實不是一個女神 它是宙斯跟記憶女神 所生的九位女兒 所以它總共是有九位女神群 而這群女神呢 他們掌管了藝術類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包含了戲劇啊 舞蹈啊 文學啊 還有音樂啊 那它其實呢 都是起源於Muse女神群 來 請選擇 八樓之四 八樓之四 開箱 很少 七千 好像有五 但這回合能過四萬 蠻厲害的 謝謝 準備 請出下一題 交往病逝之後 她的心臟被取出 並且浸泡在一個裝滿了 威士忌還是白蘭蒂的密封罐當中 請搶答案 歡迎 我選白蘭蒂 不是你選 我們是問她啊 當時 不是說你按嗎 還問你要喝的嘛 你要白蘭蒂嗎 這種冷知識應該很少人知道吧 白蘭蒂 白蘭蒂感覺在那個時代 是比較多人在喝的東西 威士忌好像比較 不是那個蕭邦那個時代 這樣 好了 白蘭蒂請揭曉 好 蕭邦呢 她在1849年逝世喔 那她的遺體呢 是被埋葬在巴黎 但是她呢一直希望 自己的心臟還是能夠被送回 自己的祖國 所以呢 後來啊還是把她 送回了祖國波蘭喔 那她的這個心臟呢 要送回去的時候呢 就把她密封 把她浸泡在 充滿了白蘭蒂的 這個罐子裡頭 那因為呢 一直以來都有說法是說 蕭邦是因為肺結核而死的 所以有不少的專家 就一直很想要一堵她這個心臟 看看她到底 是什麼樣的一個死因 那的確喔 也發現呢 蕭邦的心臟外面有一層白膜 看得出來呢 她在生前最後呢 的確呢 是有一些病發症 所以造成她的心臟 有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 來 巴小玉 好 我選八樓之一 水塔邊 開箱 好少 她不是最好就最壞 好少 六千六 夠了啦 夠了 好舒適 二十四 還有二十四秒 再出下一題 西洋音樂室的三大神劇 包含了 涵德爾的創世紀 還是孟德爾宋的以利亞 請搶答 李哲宜老師 老師加油 涵德爾創世紀 創世紀嘛 一定是的 不是 創世紀 請介紹 來嗎 哪一場 錯 錯了耶 居然 對不起 海盾的創世紀 海盾的 不是海盾 他是 名字不是 這超難的耶 好陷阱喔 真的還在陷阱 太陷阱了吧 對啊 好 在西洋音樂室的三大神劇 到底是哪三大奧 分別的是 涵德爾的彌賽亞 還有海盾的創世紀 以及孟德爾宋的以利亞 涵德爾是彌賽亞 來 請出下一題 莫扎特的家書當中 常會出現笨呆傻 還是屎尿屁等字眼 請搶答 漂亮 還有下一題 巴鈺完了 屎尿屁 屎尿屁 我印象中那個時代的人 大家都非常的髒 然後 應該不太會出現笨呆傻 這樣的形容 大家那個時代都非常的髒 髒啊 雖然穿得很好看 但是其實他們 都滿髒的 不太洗澡 不太洗澡 然後隨地打狡辯 對 只是穿得很華麗而已 屎尿屁 請介紹 好 雖然很多人都很崇拜莫扎特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大音樂家 可是你知道嗎 他其實私底下的行徑 根本就是一個中二屁孩 而且還被那個後無代的人研究 這個莫扎特呢 他很有可能的有 會語症 以及呢 練屎屁 因為他寫的很多的書信當中呢 都充滿了屎這個字 寫給他表妹啦 寫給他爸爸啦 常常都會說 來填我的屁屁吧 或者是呢 我要在你的鼻孔裡面 拉屎之類的話 你完全想不出來 他居然是莫扎特 會說出口的 那其實呢也是顛覆了很多人的想像 我選 八樓之三 開箱 可以喔 可以喔 你現在是變成當然的第二名 最後一題 請出題 貝多芬每天早上都要喝 用四十顆還是六十顆咖啡豆 沖泡而沖的咖啡 都是冷知識的 哇 沈莉安妳真的搶到喔 加油 加油加油 六十顆 六十顆 我一直搶到 這冷知識的 這些都是冷知識的 這個好妙喔 這種你們知道的 貝多芬每天要喝幾顆咖啡 都泡出來的咖啡 說話 三 不要逼他嘛 六十顆 請介紹 好 貝多芬她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非常追求完美喔 有點微微強迫症的人 所以她每天呢 她都一定要早上的時候 她會一一的來拣選咖啡豆 然後呢 調六十顆咖啡豆 然後再把它放到呢 這個賽峰湖裡面來沖咖啡 那基本上呢 她沖出來的咖啡呢 的這個量 就跟Expresso 差不多也是要用到六十粒 來 請 加油 七樓 之四 開箱 好笑 九千 你要兩萬九 你需要是兩萬九 不是九千 好了 最後的是 廖四翔的四萬五 加上八億的三萬八千六 恭喜兩位 進入冠軍爭奪賽 恭喜兩位 進到我們的最後一關 冠軍爭奪賽 二十五萬在裡面 十八個信箱 好 很精采 而且現在領先的不多 隨時翻船 都有可能 廖四翔 你要先打後打 先打 來 要小心了 請出訂 流行 流行音樂 請揭曉 非常好 請選擇 八樓之四 我已經很奇怪 第一個都是為你開箱 謝謝 開箱 加油 不錯耶 真的嗎 你今天運氣真不錯 一萬六 好 這很難抉擇 這很難抉擇耶 進帳 因為這一進帳六萬多 你看你們兩個差兩萬二 兩萬二 兩萬三 八億準備 請出訂 請揭曉 貝多分多高 158 舒伯特才155 莫扎勒才162 李斯特183 李斯特183 難怪 帥啊 放眼過去 所有的英雄豪傑 都不到170 手又大 沒有都不到170 我的天啊 那李斯特太改人了 所以李斯特比較帥啊 那他才會對他狂熱 那他才會對他狂熱 那夠高吧 來 七樓之一 請 這才叫尷尬 很尷尬 真的尷尬耶 這樣差一萬九 我願意再等 表示想準備 加油 請出訂 迪斯可原指一種 黑人民間舞蹈 還是播放跳舞音樂的舞蹈 的舞廳 播放跳舞音樂 請揭曉 請選擇 請 右樓之三 好 再選到兩萬以上 大概就結束了 好 還好 一萬一 我想你不會留的 先放棄 18秒還有三題咧 先放棄 巴鈺準備 請處理 嚴重時通常右腳要踩在 腳踏上的是鼓點 還是民謠吉他 鼓點 請揭曉 厲害耶 你是按鋼琴的在想 對啊 我也不知道吉他 可是他踩著不就是 聲音就悶了嗎 那不是 他是畫在那邊 就是架的琴 讓那個 原來是姿勢啊 他沒有演音效果 那我是蒙到的 運氣真好 運氣很好 來 我選六樓之四 為難了你這個 又為難了 一萬三千五都放棄了 一萬二 為難啊這個 我還剩 我還剩二十秒 二十秒還有三題啊 那我再賭賭看好了 再賭賭看 但是剛剛一萬三千五 如果拿下去三四 我就只剩一個機會 可以跟他賭了 五萬多 才輸一萬多耶 輸一萬 我不願意賭小 我要賭大 賭大 賭 賭大 賭 彎曲 彎曲 請介紹 彎得好 彎得佛 來 雪 雪塔編八流之洞 八流之洞 八流之洞是哪裡啊 八流之六 啪音 八流之洞 八流之洞啊 啪音了啦 林絕名叫林毅洞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林毅洞 林毅洞 還可以啦 真的啊 13秒還有一題啦 至少 你至少還有一題 最少還有一題 最少 要... 放棄 他放棄 八流你弄到個三萬多 嚇死他 我覺得也蠻好玩的 我接下來應該只能留了啦 那一萬三千五 你都放棄了 因為我貪啊 那就貪到底 讚 沒有超過一萬三千五 我就不要了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完了我不知道 四根 請揭曉 好啦 十一選擇 我就選八流之一 翻了 翻了 好 好 好 流 進帳 進帳 現在差四千 對啊 差五千塊 就差五千 廖志祥準備 請出題 八號被稱之為 音樂之父還是 交賞樂之父 音樂之父 請揭曉 來 請選擇 來 請選擇 好 貼著巴鈺姐夫隔壁 八樓之二 有希望喔 還可以耶 真的喔 高於平均一點點 一萬四千五十 流不流 你拿起來的話 七萬五 七萬五 差一萬九 還不錯喔 先留好了 留了你就休息囉 留了就沒有答題了 因為他八秒剩一題啊 沒關係 如果答錯就沒了 我讀讀看 我也讀一下看你會不會 抽到更高的獎金 所以進帳對吧 進帳 好 進 你休了 你好好休著吧 巴鈺加油 起 出題 好 小邦還是舒伯特 被稱之為是鋼琴詩人 小邦 好選小邦喔 對 請揭曉 舒伯特是歌曲之王 來 請選擇 我就選八樓之三 我們賭一把吧 來那個一萬多一萬多中間 會是兩萬的 或三萬的 錄影前不要喝酒 什麼東西 沒辦法要啊 什麼 很高耶 很高 一萬五 可是沒辦法要啊 可是我要的話就是 就輸啦 就結束啦 你要了就輸 你現在只有兩萬會贏嘛 對 我們就再賭一把 你只能再找兩萬的 對 請出下一題 我討論你 的意思是我喜歡你 還是我討厭你 我討厭你 他真的有 真的OK 還有下一題 我知道 我喜歡你 我猜是我討厭你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 請揭曉 好 好 沒關係我還有一題 最後一題 請出題 TOP FISH的意思是非常好 還是吹牛 吹牛 請揭曉 好 我就剩這一題了 兩萬逆轉勝 好 我說過了 我要選八樓之五 你不覺得七樓很空嗎 好 好 那我們就選七樓之四 其實我也是沒什麼原則的啦 你說七樓之四 八樓之五 什麼 這四個你要什麼 這五個你要什麼 我還可以選這五個其中一個 不然呢 對 那我選好七樓之六好了 都沒原則 真的很容易 肩膨轉動 太像 好 七樓之六啦 試試看 沒有就沒有啦 你只有兩位會贏 那我可以看一下八樓之五是什麼 對啊 我們可以看看那個嗎 好好奇喔 多一千 他七樓之五 七樓之五喔 擦身而過 可是我就算拿兩萬也沒有過他 沒有 你就只贏幾百塊 是喔 你就只贏我幾百塊 好看嗎 這樣好看嗎 那不研究 好不好 恭喜你 謝謝八樓姐 恭喜 十一萬五千五 恭喜廖老師獎獲勝 謝謝 這位恭喜你的主播 什麼禮物啊 好 喵送迎兩項大獎 第一個呢是 中道價值 Ice Cream風潮Q彈乳膠 硬式獨立筒窗墊 採通過了SGS檢測含量 高達90%的全天然乳膠 防蠻抗菌透氣又Q彈 搭配了中鋼獨立筒 支撐性加可以長久的使用 表面採用冰晶紗纖維透氣乾爽 讓你一覺好眠 另外一個是 美國請自保住 千萬寶極電圖 金正電保地點專家 融獲了美國AFA氣善 與過敏協會的認證防水 防蠻超透氣 防蠻三寶六面 全蜜蜂 床天桃窗包式和枕頭寶極電 讓你提供健康低迷的睡眠環境 全民送給你 謝謝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想要打開金庫的致富密碼嗎 別忘了 最愛做每天晚上九點 就在全民幸福裏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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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謝謝 全新赛事带你一起找知识 用你的智慧接受财富大楼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全新目列快点来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